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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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互相尊重 好,謝謝,謝謝,來,我們繼續 我們現在目前規劃中公園住宅已經達到八九千戶 那對大量其實剛剛我們少科長講到在我們安康這邊 文山區安康這邊 那原則上我們希望說服務每個市民 每家的每個市民 大家都有那個青年的小孩子 那因為現在房價比較高 所以我們希望出每個行政區都有一些公園住宅 讓這些青年市民可以來居住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過往的案例是說 我們在公園住宅會提供兩層的戶數給在地的區裡 兩層的戶數供在地的區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老家跟新家這邊比較好臨近的話可以互相照應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以有類似這樣的互相照應的效果 然後讓大家可以來針對公園住宅政策 我們有做個比較支持的一個結果 那現在簡單講到這邊 好 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有民眾問說 為什麼這裡有30幾戶 這裡40幾 為什麼這裡要一切500戶 那個31幾40幾是 我們用市有土地去參加都市更新分回的 所以的確它的量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只要是30戶以上 我們都盡可能拉回來當我們的公園出租住宅 讓現在台北市不是只有低收入買不起房 中收入都買不起房 所以我們的青年公園住宅的出租對象是中收入以下 一定的收入以下 然後你有相關的一些條件 我們歡迎大家來租我們的優質的公園住宅 以上公園住宅大概補充到這裡 如果等一下有需要再請同意補充 好 接下來 好 那這位好不好 來 待會是您好 待會是您好 不好意思 各位剛剛看到那個里長很不高興的走掉 因為他沒有能力再接受這個三四千個里民進來 所以我看今天在前座的各局處最沒事幹的就是民政局 行李民政局我建議你趕快規劃一個信義計畫里 將來這個地方因為這樣整體的開發下來 我們是不是應該單獨成立一個里 因為這個是最台灣最新式最標準最模範的 最高檔的 所以我們要做這種規劃 再免得那個里長晚上睡不著覺 又要天天去示威抗議 這樣也是很難過的 乾脆 因為將來 他嫌說我們這個以後來的人是低收入戶 我覺得是一點點不對 因為未來這個來的住的 現在我問過現在住的話單人房要一萬多塊 如果是雙人房要將近三萬塊 那以後蓋好了 我看可能單人房要兩萬塊 雙人房要四萬塊 我們旁邊這邊租的一層樓大家都知道 一層樓才一萬多塊 所以阿伯他看我們這裡都看五三個去 我收四萬的 你那一萬的 你們這裡都低收入戶你知道嗎 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要規劃一下 免得這個變成政治問題 就把它獨立出來嘛 信義劇 以前信義計劃劇就是這樣搞出來的嘛 那我們現在來個信義計劃裡 好 規劃一下 大家都覺得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來請 這位信義計劃